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现在这天是越来越冷了 不光咱们怕冷 葡萄也怕冷 所以种葡萄的农民朋友 要想帮助葡萄过冬 就得给葡萄藤盖上厚厚的羽绒被 但葡萄非常的娇嫩 要是被子盖得薄 那可就不乐意了 来年这个葡萄就不甜了 给葡萄盖被子 就是给葡萄埋藤 但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葡萄种植地 农民朋友重复着挖地 埋藤附土的工作 不仅工作量大 效率还很低 那么这项工作 能不能用机器来代替人工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发明项目 就是葡萄埋藤基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土鲁番以葡萄闻名全国 这里的人们从古至今 以种植葡萄为生 家家户户都有一大片的葡萄地 冬季的来临 让原本茂密的葡萄园毫无生机 只剩下大片的葡萄架 而此时 这里的村民正在为来年的葡萄丰收 做着前期准备 我们的记者也找到了这里的队长 看看在春天来临之前 到底要做怎样的准备 为了防止葡萄藤风干和冻伤 每年冬季来临之时 葡萄埋藤 是为了让葡萄越冬最好的方法 这样来年再将葡萄藤挂上葡萄架 葡萄就可以长出来了 而现在为了方便机器 开进葡萄地工作 葡萄架的高度 都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您说的那种发明 是什么样 是托垃圾的呢 姚队长 您看是这个人吗 姚队长 你好 王茂博 你好 我那个机器开过来了 这应该是事情吗 可以可以 发明人王茂博 发明项目葡萄埋藤机 埋藤机主要用于冬天葡萄埋藤 几年前 很多葡萄种植户 还是依靠锄头人工来埋藤 这样不仅埋藤效果不理想 效率也不高 人工又十分劳累 基于这样的农民工作困境 家住吐鲁藤市葡萄镇的王茂博 便萌发了研究埋藤机器的想法 如果一台机器可以代替十几名人工 就彻底解放了果农朋友们的双手 姚队长听说 王师傅自己研制了一台葡萄埋藤机 很希望王师傅把机器开过来 在自己的葡萄地里试一试 这样一来 如此繁重的埋藤工作 就会减轻不少 人工也可以减少很多 可是没想到 才刚试了一下 问题就来了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不用干了 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 不用干了 这个好麻烦 这个过儿白盒干的 怎么了 白盒干的 现在扒腾一点土也没买上 你看都还翻到边上 因为甩的话 它比取这块土 我们现在这如果取就的话 就是装杆子的 就是还是取土的位置不对 还是取土的位置不对 取这个量 取哪个 您给我勾一下 就取这 那这一块就已经到杆子的这边了 对 得取杆子这边的土 那实际实在是太难了 看人家那个前面那些都是埋得好好的 两边是勾 中间是那个 你这个是很远一个勾 原来机器为了靠埋藤的地方近一些 却没想到撞上了葡萄架的杆子 第一次试机器的王师傅 却有些挫败 连他自己都说 看着挺简单一个活 没想到机器干起来 却不是那么回事 那我再回去再搞一个研究一下 然后过几天再来行不行 行 好 我等你吧 那刚师傅 你最后往这边靠点 慢慢地开始回去 要小心 大家上一下 冬季埋藤是葡萄种植生产过程中 劳动强度最大 技术质量要求最高 时间性很强的工作 来年葡萄的存活 产量 品质 完全取决于冬季埋藤工作的好坏 人工埋藤是将葡萄架内侧的土 全部覆盖到中间的葡萄藤上 而王师傅的机器 如果取土太近会撞杆 取土太远又根本覆盖不上葡萄藤 所以试验了一番 王师傅的机器不仅没有取土 埋上葡萄藤 还增加了人工埋藤的劳动量 我也开了十几年葡萄藤 我觉得它这个还是动力比较小 葡萄藤马力不够 太小了这个机器 它原理没问题吗 原理不应该有啥问题吧 还是动力太小 你看打土也不够 我觉得 我感觉反正是 我咋说呢 我这个花那么长心血 也这个啥 也做了努力的 也把这个东西 实际上还是小看了 结果一下子搞得挺失落的 我当时那会儿 那个场面 我也为了那个 赢得他的信任吧 说的不好意思点 我要说时间长 害怕他不等我了 我也想不到 力争一天把它解决掉 但是实际上走到路上 我就想这个问题 我照都照了那么长时间 咋可能一天 又把它搞个新的出来呢 虽然王师傅 这次的试验失败了 但是他决定 回去好好钻研一下 对机器升级改造 在他看来 遇到难题不怕 就怕别人对他失去信心 为了面子 他决定不吃不喝 也要研究成功 王师傅 你这是上哪去 我自己做新机器 这是新机器吗 而且新机器 哦 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这是什么呀 装了一个蛋钢柴油机 柴油机 这样子它装 加大这个 这个切土盘的这个动力 王师傅这次专门设计了 仿形手的挖土方式 预建杆可以收回来 并且再伸出去 而且挖土的力度增加之后 机器既可以靠近埋藤的地方 而且取土量 而且取土量也明显大了许多 王茂博改进后的埋藤机 在原有拖拉机后方 增加了一个单钢柴油机 单独用来控制切土盘 这样动力增加后 直接带动下方的切土盘 从而加大切土盘的取土量和负土量 这样一来显著提高了埋藤的质量 而且改进后的埋藤机加装了红外光电仪 可以自动感应障碍物 当遇到障碍时 可以自动收回切土盘 当收回后 只需五秒的时间 又可以自动伸出 避免了之前靠人工调节 躲避障碍物的麻烦 王师傅的机器改进后 效果到底如何 记者决定 找几根杆子插入土里 仿照葡萄地理的地形 先让王师傅试一试机器 测试开始之后 到了第一根杆子跟前 王茂博特意给我们展示了 挖土盘是如何躲避杆子的 那您这个师傅的这个水平太高了 是吧 能够一到这 你看它很 你看离这个 我们看这个沟的形状 马上到沟了 出来这么一小会儿 然后这么一点距离 你看 就 就让过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接着就往外拐了 对对对 师傅这个水平真高 不是大水平高 这个是因为我们那个 那个定时器定的时间 就这个时候正好要躲中原 定时器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里边有一套 就是避杖洗头里边 有那个躲避的时间 过来就是时间和这个行程 我们通过这个来调整这个距离 不是师傅操作 不是不是 为了彻底解决撞杆的问题 王茂博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试验成功后 一刻也不敢耽误的王茂博 带着机器赶紧去找姚队长 要不这样 这次我把两条路 你帮一条路 行 反正还是三条路 可以 事不宜迟 早已准备好的姚队长 带着人工师傅们 迅速开始进行埋藤 王茂博带领的机器队 已完成两列的埋藤量 来挑战人工队 完成一列的量 刚一开始 这台和从前大不一样的埋藤机 从取土埋藤到躲避葡萄架 没有丝毫差错 埋藤的附土量 看上去已经全部盖上了葡萄藤 王茂博看着也轻松了不少 姚队长也紧跟着机器 怕有什么差错 快点 他们可赶上你们了 加油 赶上你们了 加油 你们今天是没信心了吗 他们掉链在这里 我们就有信心了 好 等他们掉链子 好好好 等一口看掉不掉链子 快点啊 机器超过咱们了 由于机器的稳定发挥 人工队的师傅倍感压力 不敢停歇 快速的工作 已经使有些师傅的体力 吃不消了 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 而王茂博那边的机器队 从表面看 葡萄藤并没有露出地面 附涂量也足够 尤其是通过葡萄驾驶 挖土盘的收缩速度快 也不再需要人工操作 看着自己的埋藤机 已经超过人工师傅们 越来越远 王茂博也非常满意 不知道一会儿 姚队长看到这个结果 会不会满意呢 怎么样 你觉得这会儿 进过来怎么样 这会儿现在可以了 这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深度也可以 好 多深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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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还可以 摸到了 摸到了 摸到这 这么快 20多公斤到30公斤了 还可以 先这样深度就挺好 这样还可以 是吧 这样还可以 好好好 吃挺多了吗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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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累了 人工队队队队 孩子累了 你给他们加个油吧 喊一下 好 好 加油 继续干啊 人家干完一半了 你们还没干完一半呢 葡萄埋藤机在经过 王茂伯的大改之后 比人工队的富土多 而且埋得还深 比赛开始时 师傅们都认为 机器会出问题 可没有想到 这次机器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这台新型的 葡萄埋藤机 工作得越来越顺利 还有三米 还有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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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米 完了没有 完了哈 完了吗 完了 那还差一铲子 快快快 别激动 完了 你看人家那边赢完了 太累了是吧 是你们赢了还是他们赢了 谁先完的 谁先完的 姚队长谁先完的两个 我都没看过 机器先完的 机器先完的 你们你们过来就说了到底是你们先完的还是机器先完的 你们还在猴子吗 你还在猴子吗 你还在猴子吗 我们也猴子完的 我们也猴子完的 是你们猴子完的 他们猴子完的 我们猴子完的 你们猴子完的 到底怎么办 我们猴子他是中间人嘛 谁听谁的 现在咱们速度上 就算大家打平了 是吧 那咱们看看质量你们觉得满意吗 好不好 你们那边 王师傅 还要去参观一下人家干的质量吗 看一下吧 看一下 好 你看你看你看 这怎么会 这多薄 这屋烂了 最后太累了 最后太累了 就这水平 你看你看这多薄 我看 看这 看这 好 往里边去 这就可以 这可能是太累了吧 这还可以 太累了 然后最后冲刺的 这还可以 这还冲刺了 那咱们来看看王师傅那边 这质量大家看看 红衣服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这可以 这已经可以打的标准了 有个10公分左右 有多少 我看看 我看看 这更是 20 30 我看看哪个 这都可以 这家里有个10公分多 都可以了 这10 10公分 那个呢 那个也行 那个更是 那个20多多 就光拍这一点不行 再往里进 再往前往 可以 可以 在这 可以 可以 有这些就行了 是吧 这也是 好 不好意思 比我们的好 比我们的好 而且土碎碎的 土碎碎的 土碎好 土碎好 隔大 隔大隔大隔 隔大隔 它删了以后 把土碎了 还不错 从速度和质量不算起来 谁要起来 是机器营了 机器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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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红外光电仪 检测到葡萄架位置后 自动来回收缩切土盘 这样避免了撞杆的问题 这台新型葡萄埋藤机 挖土埋藤同时进行 速度快 并且达到葡萄埋藤标准 完全替代了传统重体力 挖土埋藤的人工 在很多年前 将接杆焚烧是处理接杆的 普遍方式之一 但接杆焚烧之后 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 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 焚烧接杆就被明令禁止了 但是接杆这个东西 如果利用好了 就可以便废为宝 它还可以还田 也可以做动物饲料等等 用处也是非常的多的 但是人工收集的话 又特别辛苦 特别是遇上 又粗又硬的玉米接杆 人一到玉米地里 就会被高高的接杆淹没了 更别提还要收割打捆了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个发明人 他的发明项目 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秋收时节 稻谷飘香 眼下这块田地里 金黄的稻谷很快地完成了 收割 脱离 回收 可扔在一旁的接杆 却很少有人问津 接杆处理 事情虽小 影响却很大 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 秋收后的稻田 过不了几天就要种小麦了 如果采用机器将接杆打碎 或者散落在田间地头 还没腐蚀的接杆 将严重影响小麦的生根发芽 要是就地焚烧 不仅容易造成田地板结硬化 更容易诱发火灾污染环境 而这也是政府明文禁止的 如果单靠人工收集打碎 费时又费力 算上成本得不偿失 加上农村劳动力缺乏 接杆运输困难 回收过程繁琐 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接杆回收难题 那有没有一种机器 帮助农户把这些接杆 轻松地收集起来 让接杆变费为保呢 发明人石东升团队 发明项目 卖到接杆打捆机 石东升今年31岁 河南安阳人 他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农村 当上了大学生村官 长期的扎根农村 让这位大学生村官 有机会深入了解农村 了解农民在接杆处理上的困难 也了解到接杆综合利用企业 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状况 就在那时 石东升的心里 就酝酿着这样一台 具有魔力的机器 它能使接杆回收 发挥最大的利用价值 一次偶然的机会 石东升和村里的 两位农机制造能手 郭占勇和郭季燕 都谈到了农户接杆回收的困难 并都认同接杆打捆和压缩 是解决接杆回收难题的关键环节 三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并成功制作了打捆机 将打捆机安装在联合收割机上 借用收割机的动力 在对农作物进行收割的同时 对接杆进行打捆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个想法听上去就与众不同 大家说干就干 他们测量好收割机 出草口附近的尺寸 所有的钢材和零部件 也都构置齐全 可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当他们把所有材料 去组合搭配的时候 问题却接踵而来 更为苦恼的是 他们的发明项目 并没有得到 街坊邻居的理解 因为他们的发明刚开始时屡遭失败 街坊邻居们都取笑他们 说他们是 异想天开 对于街坊邻居的不理解 和制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兄弟仨可不信这个鞋 在他们夜以继日的研发下 他们手中零零散散的钢材 一步一步地在实现着图纸上的设计 没过几个月 这个略显粗糙的家伙 就咕咕坠地了 为了不被村民们取笑 他们决定 先关着门 在家里实验好了 再让他们的发明 出去漏联 国际艳家的院落 就成了他们的实验室 他们一边往草里送草 一边查看打捆效果 模拟在田间收割打捆 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实验 这个略显笨拙的家伙 终于打出了第一个漂亮的接杆捆 石东升团队发明的打捆机 依靠收割机的动力 带动减速机 减速机将运转速度降下来 进而带动活塞冲撞压草箱 把压草箱内的散接杆冲压打实 利用末端的打捷器 打捷成捆 最后将草捆拖出 达到接杆回收目的的同时 减轻了劳动强度 我们最终的想法就是这个 如果不配到收割机的话 和咱们地拉式的打捆机没有区别 这个还需要人工动力 如果装不上的话 我们宁可不做 就是必须把它做好了就要装上去 这个打捆机 运行起来是不是稳定呢 还是赶紧让石师傅 就地操作一下 速度跟稻田是一样的啊 我上后边 我站在后边看着 好 发车 但随着轰隆隆的声响 试验开始了 石师傅紧紧地盯着出草口 只见三三凉凉的接杆 从打捆机的出口 缓缓挤出来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草捆还是打不出来 石师傅觉得有些不对劲 赶忙叫住司机 出场了 这边不出场了 让它停 面条没问题啊 哎呀 怎么都堵到这里 来不大一个箱子 出了这么多床 咱们还是回去想一下办法 让师傅发动车吧 开回去 出现堵塞的情况 石师傅觉得有些意外 为了进一步地查明堵塞的原因 石师傅决定 回去做一次系统的检查 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 看看从前边过来的结杆 怎么往后边走 只靠那个风吹的力量 是不行的 最终他们一致认为 要解决堵塞的问题 就要在打捆机的进草部位 安装一个可以推动草料前进的装置 他们称这个装置为波草装置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 长期从事农机制造的郭继燕 便显得得心应手 一杯茶的功夫 这个波草装置就出现在眼前了 现在呢 我们安装了这个波池以后呢 他把这个从滚筒里边吹到打开 我明白了 就像不是开脚的 这可能是被编译的 爹是实际上的 都不是这个波草 是没法 这可能还没法 有什么 人这个波草争 你都在用头 我赶快 这个码 后来 我改了 我们改了 最后 我们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一声令下,比赛开始了 石师傅这边的收割机一启动 就疯狂地奔向玉米地的另一头 这样的阵势让人工队觉得有些压力 压力归压力,但是我们的人工队也毫不逊色 这时候,机器队的收割机从旁边呼啸而过 人工队的队员忍不住惊叹 机器队的飞快速度,顿时没了信心 人工队那边看到机器队已经完成了任务 顿时想泄了气的皮球 大概是这次体力消耗得比较大 队员们都累得体力透支 旁倒在街杆上休息了 我一个人能跟机器比哦 机器多快 我一个人一点一点的往拖拉机上装 不好装,太麻烦 主要是装车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比较慢 说白了就是咱们农村的出路还需要机械化 我赞成 下一步农村还是机械化 机器队在这次比赛中 以绝对性的优势战胜了人工队 石师傅发明的打捆机 也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和赞誉 在比赛胜利的那一刻 石师傅告诉我们 乡亲们的认可 是他继续推进打捆机改建的巨大动力 因为乡亲们需要机械化 需要打捆机来解放自己的劳动力 石东升团队发明的打捆机 巧妙地利用收割机的闲置空间 借助收割机自身的动力 历经改进终于实现了将接杆压实打捆的目的 解决了接杆回收难题 在石师傅的心里 那台具有魔力的机器 让它自己神采奕奕 都说竹子一身是宝 但有一样东西却令种竹子的农民朋友们头疼不已 这就是竹子砍伐之后的装根部分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竹兜 这个竹兜是身扎在土地里的 又臭又硬 一般人还动不了 旁边竹子的根莖想要向外扩张 生长的时候就会被阻挡 这样的竹林的竹子产量可就大打折扣了 这可如何是好呢 一般的竹农朋友都会用各种的工具 把竹兜挖出来 用铁锹线 用斧头砍 但是因为竹兜的质地是非常坚硬的 内部的结构又很复杂 这半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挖掉一个 这可急坏了我们的竹农朋友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发明项目 就是专门用来挖竹兜的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竹兜是指竹子被砍伐之后 所留下的伐装部分 俗称竹铺头 它不仅质地十分坚硬 而且内部结构复杂 所以雨水很难进入到竹兜的内部 这样一来 竹兜要完全自然腐烂 往往需要八到十年 而在这段时间里 其他竹子根部的竹边系统 要在地下不断向四处扩张 寻找到合适的土壤后 再生出损芽 但是一旦生长过来的竹边 遇到坚硬的竹兜时 就很难再继续通过 也就无法生长出更多新的竹子来 如果不及时将它们挖掉 就会使新竹子的生长空间越来越小 竹林的产量下降 目前竹兜的挖掘 大多是靠人工来完成 使用的也是一些传统的工具 效率并不是很高 这一天 我们的记者就专程找到了一片竹林 准备到现场看一看 竹农们究竟是怎样来挖竹兜的 两位师傅 您那是挖竹斧头呢是吗 是啊 毛竹肯定的就是个毛竹铺 这个铺子把它挖出来 平时要处理就是都这么挖吗 都这么挖的 把根挖掉呀 很难挖吗 很难挖的 这样子 砸下去了 要湿面把它砸空 这样子拿 那挺费劲的 很费劲的 是不是因为这竹子比较硬啊 是啊 好事情 您帮我拿下 我来看看 我看今天好像挺费劲的 记者刚尝试了几下 就已经体验到了挖竹兜的难处 那么有没有一种发明 可以快速挖掉竹兜呢 还真有 发明人杨健 发明项目毛竹伐妆处理机 杨健是浙江省胡州市连夜局的高级工程师 也是附近村镇的一名技术特派员 经常要下乡指导竹子的种植和砍伐 在长期和竹农们打交道的过程中 杨健也切身体会到了挖竹兜的辛苦 于是他开始琢磨 能不能设计一种既简单又高效 同时还方便竹农上山携带的除竹兜的工具呢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杨健设计了一种类似手持冲击钻的小机器 机身的左右两侧是操作手柄 前端有一个箭头形状的钻头 钻头的三个侧面分别是锋利的刀刃 杨健打算利用钻头旋转时产生的切削力 从根部将竹兜的外壳打碎 从而加速起腐烂 这一天杨健带着机器兴冲冲的 来到一位和自己熟悉的竹农老莫家 准备用他家的竹林做测试 老莫 为了证明自己的机器绝对没问题 杨健跟着老莫 来到了他家的竹林 林子里零星分布着不少竹兜 杨健很快就选好了位置 准备要动手了 没想到出师不力 在老莫的注视下 杨健不断加大手上的力度 试图用钻头将竹兜的表层穿透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 只是勉强带出了一些碎屑 却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 竹兜被打穿的效果 怎么拉这个 滑的 把木头还可以 把这个是不行的 滑的 打滑 由于机器上的蒜头与电机之间 采用的是抱接的方式 使用时间久了容易松动脱落 打不进去 我绝对是不会用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应该是 这样我回去再想想办法吧 发明出来的机器 使用时杀鱼而归 杨健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经过一番思索 杨健灵光一闪 既然竹兜的外层坚硬而光滑 不容易打破 不妨从它的内部做文章 将一层层的竹阁打碎 把竹兜掏空 雨水就会很容易渗透进去 再加上微生物的作用 就可以大大缩短竹兜腐烂的时间 不仅如此 地上留下的竹兜空壳 还可以用来除水除肥 再利用竹子地下的竹边系统 对竹林进行水和养料的供给 为此杨健还专程找来了 研究竹子的专家 在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后 杨健摸索出来了一台 全新的毛竹发装处理机 看下您手里拿的这个 这等于是您做了改建是吧 外面不是打不进去吗 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四桌 准备从里面打 前面你看加了一个东西 加了一个头 它有一个自主地往里面的 立它可以进去 还有一个这个角度 比上次要改过的 好像比上次那个钻头要小 小得多 上次感觉好像是比这要大一圈 是吧 很笨 上次那个很笨 不仅钻头与电机的连接方式 改为一体化的螺丝扭接 而且还设计了一种 更为便捷省力的操作手柄 这天杨健来到了 附近山上的一片竹林里 他想自己一个人 先对着新一代的毛竹发装处理机 进行一次实地的验证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改好的这个 上次您试的时候 整个从这儿松开了是吧 对 现在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现在这个呢 我是用那个正常螺纹进行螺纹链接的 螺纹链接以后呢 它是会一打一斤 不像那个女儿的那个呢 老是要松动 而且掉下来也不安全 长度好像也增加了 长度吧 这样考虑到人体的舒适度 你要把人老是弯腰在下面干活 那么是很累嘛 对对对 这样嘛就是考虑人体的舒适程度 那您这个就是这样手把着 不用弯腰就可以了 不用弯腰 由于这片竹林很久没人砍伐 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合适的竹兜 无奈之下 杨剑只好决定 现场砍下一根毛猪来 用新鲜的猪兜测试一下 这一大颗竹子得有多重啊 六十几千 我们看一下刚砍下来的这个 这个就是新鲜的 就是这个是竹鸽 里面有一层这个辣植 这是不透水的 内壁上面这一层的 那您试一下吧 咱这竹子都砍完了 开始吧 随着机器开始运转 竹兜最上面的一层竹鸽 轻而易举就被钻头打破了 碎屑四处飞溅 由于新鲜的竹兜 打起来要相对容易 再加上增加了手柄长度之后 操作起来更加省力 机器的钻头部分 就深入到了竹兜底部 被竹鸽掩盖起来 已经看不到了 我看您这次方便很多了 这样你就干一天活了 不太累了 你看那一天你干不下去的 这个往下打了 好深哦 我看了一下啊 我的针头 到这个位置是28公分 这样就是连在这外面的话 这里就是两公分半吧 得25、6公分这个深度 这么深啊打进去的 效果还是可以比较明显的 相当不错 而且速度也很快 这次挖竹兜的成功 给了杨健极大的信心 他决定用自己的新机器 和竹农们来一场 大规模的比赛 你让老莫看看 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于是杨健来到了自己担任 技术指导员的龙山村 准备让村书记 帮忙组织一下人手 准备搞一个规模比较大一点的 搞一个比赛 人数大概在30个人左右 我们三个人的话 肯定30个人比一下 30个人我感觉太多了吧 应该是不会的 我这个是十倍以上的 我也一分钟一个 老百姓那个长子搞的 他们有精进的很快的意思 比一比 试一试我们的那个 那明天你过来 我把人安保好 你要带点土豆 带点那个桥干 这个两样东西 你还能够设一下 人公关的时候 你要当队长的 告别村书记 杨健又马不停蹄地 带着两位助手赶往竹林 他担心助手们 对机器的熟悉程度不够 会影响比赛的成绩 于是打算来一次 赛前的培训 你们两个都是新手 打的时候 尽量把它扣老腿 扯一点 这样的来回着 稍微扯一点 但是幅度不要太大 也不要往下用力 不要怕 尽量把口打大一点 慢慢地下去 等会你们自己 再体会一下子 你们打的过程当中 你们自己要 要自己要有体会 讲清了技术要领后 杨健开始一丝不苟地 指导两个人的动作 虽然两个助手的操作 越来越熟练 但杨健还是不厌其烦 纠正着每一个 不够规范的小动作 经过一下午的练习 两个助手也出师了 赛前训练结束了 杨健的心理也总算有了底 于是他拿起手机 拨通了老莫的电话 第二天清晨 杨健早早起来 到了龙山村 准备好上山 要带的发动机和电线后 还有做起了赛前动员 为了保证比赛过程中 不出现任何差错 杨健带着助手们 仔细检查着 机器的每一个部件 这时被邀请来观看比赛的老莫 也感到了 他对眼前的一切 很是不解 今天弄得那么大的场面 搞什么东西 我们三个人 跟他们三三个人 比 打得多还是他们打得多 我估计 我们三个人下来 可以最起码是90个到100个了 假如我这个赢了以后 你怎么说 赢了嘛 以后你任何机械 到我家竹林随便去搞 行的 下次这个我们说话算数 有我搞的新的东西 一定要到你的家里去试一试 好吗 好的 没过多久 村书记找来的30名 参加比赛的竹农们 也集合了起来 大家手持各种工具 一起分发 准备和杨健的三台 毛竹发妆处理机 好好比上一比 我们就一起上山 咱们到竹林那边去比一比好吧 好 出发 好 在村书记的带领下 竹农们扛着工具 浩浩荡荡 来到了山上的竹林里 杨健几个人也带着毛竹发妆处理机和发电机紧随其后 他们找到了一片竹兜分布最多的地方 并且用彩色旗子将这片竹林分割成两个区域 比赛即将开始了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人工队这边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您这边呢 咱们机器队 准备好了 也好了 平时可以 可以 好 那我现在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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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 他们花了好一会儿才数清 机器处理过的竹兜是65个 统计了一下我们两个队的比赛结果 咱们这个30个人的人工队呢 是挖了62个 因为比较明显 它那个土都翻起来了 机器队是65个 您这边现在是 以三个竹斧头的这个差距 落后于机器了 落后于机器吗 那肯定的吗 不是吗 真是吗 你不能没有 你是 我不能 问一下咱们这个人工队的队员们 你们看到它这个机器 觉得它挖得怎么样 一把机器快 机器好 机器快 应该机器快 机器生力 生力肯定生力 机器生力 机器的好处 机器来得快 我们人工呢 挖的时候挖得稍微深一点 就是这个道理嘛 好了呀 在这场人机大战中 钻头主体呈锥形 侧面各有三组锋利的刀热 顶端还有一个麻花状定位钻头 机器工作时 钻头深入竹斗内部 将竹斗里的一层层竹隔 和厚厚的内壁全部打碎 将竹斗掏空 加速它的腐烂 平均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处理一个竹斗 极大提高了 竹农们挖竹斗的效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波罗好吃 波罗苗却很难粉碎 香蕉美味 香蕉树却让人头疼 发明人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紧密摆盘 均匀播种 自动附土 多个工序 一体完成 小机器大神通 诸余去核 不用等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农田好帮手 8